我是杰西 清晰谨慎 组织刀谋 下方的海岛 酷死沙漠 但是面积仅有2x2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金岛 它的各种传说 我早已被得滚瓜烂熟 征服它问题应该不大 不过为了几万一 今天出门我还是带上了神兽 毕竟口号可不是白喊的 运气不错 落地就看到一座小金山 在这里只要金条够多 用不了多少时间 我就能黄袍加身 用夺桂冠 先买把趁手的武器吧 在栏上几十发被弹 初步的武装已经完成 是时候离开寻找更多的金条了 就这样还想拦住我 粘性炸弹 我早就准备好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暴金神器吧 只需耐心等待片刻 我就会是这片海岛上 最富的那个女人 金条的数量直逼四千 接下来我只需做一件事情即可 那就是买买买 本以为是富的冒油 没想到金条竟然还不够 给小七配上迷你之后 我只能拿把Win94了 咦 有枪声 听声音距离很近 我的98K马上就要到手了 刚才我好像隐约听到 有脚步声从下边传来 难道矿坑下边还有人 没错 脚步声越来越清晰了 里边绝对有人 梦中桌边我喜欢 好险好险 没被敌人打死 差点被小七打死 这时候必须速战速决 等我疗伤完毕 就去干掉你们 那样子 敌人刚才就被打残了 要不是刚才差点被卡死 岂能让你们多活着几十秒 时间差不多了 附近应该没人了 先进安全区再找个制高点 等我换上98K 这把鸡 咱们就赢定了 有枪声 怎么背后还有人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漂亮小丑 不足为止 快了 别人的枪法太刁钻 三级头甲 完全没有其他防护的作用 机会还是有的 咦 小亲别出路 真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 可惜了我一背包的金条呀